台北市立美术馆现在正在展出的大破设计展 颠覆了传统的设计美感 而且还搞破坏 相当叛逆 瑞典设计师的公寓海报有3D的效果 橘色空间是法国女性设计师的创作 孤立但有亲密感 1968年出产的蓝骨头 是反形式主义的经典 它被大量的模仿 联邦快递纸箱装着碎玻璃 走到台北市第八站 被胖女人压扁的椅子有典故 一望出去墙面破裂出城市的景观 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新展大破设计 英文是destroy design 把设计捣毁 这是法国北加莱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收藏 这一区的枯树 原石 花岗岩 竟是用泡棉做成的 你们被欺骗的 这个欺骗 这个前后之间的感觉 前后这个欺骗的前后 它正好是个思考的一个契机 1960年代的马鞍椅 电农椅 首席椅和微笑唱盘 这区有好几款成双成对的经典椅 原来潘顿椅已经50岁了 立书夹着气球叫禁忌 这彩色盘不是电视吗 巴洛克风的暖气过度角式 好看但不好用 又是谁说掉沟一定是掉衣服的呢 还想到过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